大家好,我是小熊 现在还在三门霞 昨天晚上睡到四点钟的时候 下雨了 哎呀,没有休息好 现在呢,十一点钟 刚刚去买了个点烟器的转接头 买220的没有买到 就买了个点烟头 二十块钱 刚才测试了一下 挺好用的 现在在这个超市这里买点面条 接着出发 把物资补好 看一下吧 这里是三门霞 买了一个盆 12块9 再撑点鸡蛋 这个是5块9 来一把 这个是4块9 来一把 这个是多少钱 没看,来一把 这是三种不一样的面 撑个肘子吧 整个大肘子 多少钱一斤 11块 11块 我整个毛少一点 行,整个毛少一点的 这一个肘子才23块钱 中午我俩把它炖了 又买了两桶 哇哈哈 一共花了85 这个水呢 用完了可以用这个桶 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这个食汤卖肉得便宜了 现在我们出发了 到那个599公里 到天水 咱这个中间找地方 中午做饭 晚上做饭 做饭还是比较省的 这一个大肘子才20多块钱 西安方向啦 西安19 韩国关隧道 现在走了310国道 右前方行驶 出这个零宝西站 这个车收费是15啊 一般这骑摩托车是不收费 这小车都收费 现在我们进入同关线了啊 陕西人民欢迎您 1点20到这个同关线了 华府天下 在这里买个肉夹馍 这桥整的不错呀 马上又进310了 吃饭了 不记忆 干卤不用记忆 还常常通关的肉夹馍 这个瘦肉吧 纯瘦肉 7块钱 这找个地方去把那个肘子去炖了 现在又下雨了 先垫吧垫吧吧 挺干的 肉挺多的 你们平常买的肉夹馍 有没有这么多肉 还有40多公里就到渭南 渭南了啊 还记得去年跟二强 5月5号来到这里啊 在那个地方路得赢 又进了一个收费站啊 这个不知道收多少 也是310国道上的 收费站 这个是5块啊 一共交了20了 在310上面 继续行驶17.6公里 找了个露营地啊 过去先看一看 这露营地挺宽敞啊 而且特别清净 对面呢是个山 这里有公共厕所 先去看一下 卫生间挺干净的 这是个菜市场门口 今天这个露营地绝了啊 现在把这个大肘子 清洗一家伙 把调料都准备好 开炖 开干嘛 先套套悬膜 准备给它大干了 这个炉子有点慢啊 等了很长时间 还没整开 现在直接配好料 上高压 高里头 放点盐 入味儿啊 小雨又开始下了啊 现在也饿了 搞点这个酱味淀化淀化 嗯 这吃还是挺香的 呵呵呵 哎呀这高压太厉害了 不知道炖的怎么样啊 十五分钟 行的话 就是吃不行的话 再炖一炖 先打开 忘记加酱油了 再压个这个两分钟吧 现在呢 又下去了小雨啊 今天晚上收拾收拾 要在车里睡了 先整两块肉 垫一垫啊 面条正在煮 哎呀特别香 多嫩点 饿回了 咱们慢慢站住吗 走 这面条没煮好 一怪气没了啊 这在贫兮兮上买的东西 就是不扛灶 哈哈哈哈 你先吃啊 好地好地 这个面条第一锅 你先吃 我再煮 等等等下 好 分一下分一下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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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块 我一块啊 分一下分一下 这样 这样吃的得劲 是吧 什么你多拉 我少拉的 这样 你的那一块有点大 哎呀 一样的一样的 对对 把它分一分 把它干掉啊 干掉 来 再给你整两块 好 行 好 这个留着当夜宵吧 哎呀 今天这个饭哈 吃的太晚了 我们是 三点五十做的饭 到现在五点十分了 刚开饭啊 就这面条还煮了一半 还得再煮 嗯 美味 咸菜吃 嗯 咸菜不要客气 好 嗯 嗯 哎呀 肥上没胃啊 嗯 多吃点多吃点肉啊 嗯 就咱俩到新疆了啊 买羊肉炖羊肉吃 天天给你吃羊肉 嗯 就咱俩到新疆了啊 嗯 嗯 嗯 这白酒 你不整一点白酒 不敢喝 嗯 嗯 我今天我都不喝了啊 我吃药了今天 嗯 哎呀 三天不吃肉 它就是香 嗯 嗯 到天水带你去吃麻辣烫 好 可以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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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把所有的用的东西都搬到 呃 副驾驶去了啊 看试一下这个车 晚上睡能不能睡得下午 呦 哎呀 轻松加自然啊 把这门带上 哦 这样就 不怕了啊 睡下两个人很轻松的 哎呀 这个车不错啊 哎呀 啊 行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 下期见 啊 是 是